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人們平安 告訴你左右旁邊的歡迎你回家 歡迎你回家 聽說上星期我到 關於家人們這個問題 有很多的解答 但呢從以前我開始學習講道的時候 有一次呢我的顧問牧師 在我母会的顾问牧师 他在美国母会的时候 后来呢 他邀请我到美国 他的教会 那时候我还不是个传道人 去服事的时候 甚至他回到台湾 他就找我喝了一个咖啡 他就告诉我说 邪冲啊 有一句话 有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跟你谈清楚 如果我不跟你谈清楚 以后你就变成义端邪教 我说什么意思啊 有那么严重 我的真理歪掉了吗 后来我就安静下来的时候 你知道 我的顾问牧师就跟我讲说 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你每一次 问候弟兄姐妹的时候 都是讲Gentlemen 没有讲Lady 我跟他讲 我从头到尾没有讲Gentlemen 我是讲家人们 Amen 我们一起拍打架荣耀归给神 Gentlemen 家人们今天早上 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神的话 你预备好了吗 不要每次我讲这个就一直笑 我告诉你这句话 闹出的笑话很多啊 现在我到各个不同的城市 甚至到国外去服事的时候 每一个人看到我 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都只是叫 家人们牧师来了 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 你今天预备好了吗 好吧 我们为着教会 为我们所预备的 我们一起拍掌荣耀归给神 家人们很渴望 你来到我们这个家 不只是当一个过客 当我们这个家 越来越大的时候 很多人开始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家越来越大 好像我跟这个家的距离 越来越远 我要鼓励你 你需要有一个转换 跟我一起说转换 转换 当我们这个家 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更是邀请你 要加入我们的小组 甚至在小组的里面 我们彼此来扶持 走进一个彼此学习的旅程 以致我们可以见证 神在我们这个小组 在我们这个家里面 所彰显的奇妙 我想要邀请你 你不是在一个 好像一个这样的一个思维里面 持续的 持续的过你星期天 星期天的基督徒生活 我要告诉你 不是每一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都称为基督徒的 你一定要听懂这句话 当你跟我一起来学习 这个成圣的旅程当中 你跟我需要不断的 不断被这一位 这一位世界的真光 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的 耶稣基督 我们需要常常让他的光照 让他的提醒 以至于我们再回到他的里面的时候 走进这个恩典丰盛的开始 所以我想邀请每一个家人 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旅程 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是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其实我们一直在来回奔跑 甚至呢 我们呢 在祷告的旅程当中 很多时刻 我们也是按着上面 那个拿着麦克风 口水一直喷的那一个人 一直讲 一直讲 他祷告 为什么可以成就 那我呢 我好像什么 我怎么越祷告 事情越来越多 那我到底该怎么做 甚至很多时刻 当我祷告没实现的时候 当我渴望这一个 这一个关系要改变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 我到底该怎么做 很多的日子里面 我们很多时刻 就会在这个时刻 跟神说谢谢再联络 很多时刻就在这样的动摇里面 撒旦魔鬼就是要把我们拽出去 把我们拉出去 离开这个家 所以在你我里面 这一生我们要来调整的 今天早上我要告诉你 不但是你的心思意念 你需要开始训练 在你里面 要借着神的灵 叫你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很多的日子里面 你怎么样刚强 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 唯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靠着所爱的耶稣基督 在你我的思想 在你我的思维里面 我们一直都在拉扯 所以我们不是往神的国度 就是往撒旦魔鬼的国度 但是你跟我很多时刻 都是在一个往 往一个仇敌的网罗里面 今天早上我们来看 你跟我的信 其实是有两面 你跟我的信心 其实常常在一个 两面的挣扎里面 我真的要往下走吗 当环境都没开的时候 祷告那么久 都没成就的时候 我真的要往这里走吗 家人们我要鼓励你 当我们今天早上的师哥 带领师母带领着我们 当我们呢 我在这里 我要回应你的爱 你在哪里要回应你的爱 我要告诉你 你在哪里要回应神的爱 我要告诉你 最荣耀的事情就是 在你最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回应神的爱 这是一个信心的开始 这也是一个信心开展的日子 在这个转折的一年当中 我们要来学习 我们要来处理你 跟我生命当中 有一件事情 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 我今天所讲的 也是在告诉我 因为到如今 我都在训练 都在处理我里面 这个系统 因为这个系统 会拦阻我 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国 我们一起来读 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也没有人把新酒 装在旧皮带里 恐怕酒把皮带裂开 酒和皮带都坏了 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我们回过头来读 十八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来 当下约翰的门徒 和法利赛人进食 他们来问耶稣说 耶稣的门徒 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 你的门徒倒不进食 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 同在的时候 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 新郎还同在 他们不能进食 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日他们就要进食 家人们 我们都知道 在耶稣还没有出来 传道的时候 犹太人他守的是 一个旧的律法 甚至他们守安息日 甚至他们很严格的 在区分 洁净跟不洁净 到底谁有罪 谁没有罪 所以他们长久 遵行下来 会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 敬畏的系统 甚至呢 长久下来 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呢 好像我遵守神的律 神就将恩典跟丰富 持续的临到我的身上 这是呢 犹太人所相信的 所以以至于 久而久之 就进入到一个宗教的框架 也在一个宗教的框架里面 开始被污染 开始呢 守着这样的一个 守着这样的一个绿条 家人们 我要告诉你 你会发现 特别是熟悉的 法利赛人跟文士 耶稣在三十岁 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他开始做了很多的事情 都是什么 这些人没看过的 都是什么 这一群守着这犹太的律法 守着这呢 好像呢 这些古圣徒 一直流传下来的律法的人 当一个新的日子 来到的时候 是辨别不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见 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 常常所做的事情 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都是神机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这些神机包括了什么 在会堂里面赶出污鬼 甚至什么 去摸大麻风的 他让他们得着医治 甚至医治彼得的岳母的热病 你可以看见 有一些人 甚至呢 耶稣来对一个瘫痪的人 告诉他 你的罪豁免了 那个瘫子就起来行走了 所以在现场的人 每一个人都称之为情 每一个人都觉得 这是哪一位 这是哪招 没看过 但也借着我们没看过里面 开始我们就开始呢 对于这个没看过的事情 我们就一直在批判 我们就一直在思想 所以家人们 当我们今天看了这些 非常的知识 我们很多时刻 我们里面也是在这个震动的里面 到底这是怎么样 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甚至耶稣到一个程度 当人们很讨厌税吏的 税吏的 他还是把这个税吏立位招来 开始呢 施予他恩典 甚至跟这些税吏吃饭 所以在当时呢 非常崇高的法利赛人跟文士 就在那个时刻跳脚 就在那个时刻没有办法 觉得这个人是有病 觉得这个人是有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家人们 在这里你可以看见 你可以看见 法利赛人开始呢 对耶稣的门徒开始抱怨 讲到为什么你的老师 为什么你的夫子 跟你们这些人 跟税吏一起吃饭呢 家人们 甚至呢 又开始讲 思绪约翰的门徒都进食了 开始批判耶稣呢 你为什么你来 该进食的时候 我们都在进食 你为什么又吃又喝呢 就在这个时刻 耶稣告诉了他们 他做了这样的两个比喻 但我要告诉你 这两个比喻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 回到呢 这18到20节 我们来看 你可以知道呢 耶稣呢 其实呢 又这两个比喻 但我必须要说 他有三个理由 来告诉他的门徒 耶稣来 我必须要说 他不是跟随 法利赛人跟文士 不是跟随这些人 就有的进食的习惯 甚至呢 耶稣来 他呢 其实呢 进食的目的 在当时进食的目的 是为了等候 弥赛亚的到来 问题是 耶稣来了 你在进食什么 所以我讲到说 两个比喻 有三个理由 最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 在这个比喻里面 神再一次 借着一个婚宴 借着宣告 他是一位新郎 也就是呢 在这个婚宴里面 新郎是不是主角 告诉你 走到旁边的 你活着吧 活着要有声音啊 Amen 我们的教会 应该是活人吧 Amen 家人们 你要知道 在这个时刻呢 在这个时刻里面 耶稣呢 其实在用一个 婚宴的比喻 再一次讲到 我是这个婚宴的主人 我是这一位新郎 所以神呢 其实在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 你跟我 很多时刻 如果在旧有的体制 旧有的系统 旧有的教育的模式里面 没有办法辨别 没有办法认出 神在你生活当中 一切的所做的神迹奇事 所以在这里 耶稣再一次 再一次表明的是 在这个婚宴里面 他是这一位新郎 我想问你 你去参加个婚宴 应当欢喜快乐 对吧 但很奇怪的是 你呢 如果是法利塞人 跟文士 在这个婚宴里面 你却是说什么 你们吃吧 我进食 有病 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吗 很多时刻 很多时刻 我们觉得 这样比较敬虔 这样比较Holy 但我们没有办法 明白神 你到底什么时刻 所以耶稣就讲到 当我来的时候 你是不需要进食的 家人们 来眼睛看我 很重要一件事情 当我读到这里 在预备今天的讯息的时候 神借着这一段话 再次告诉我一件事情 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当我们称为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 这一 的我们 我必须告诉你 所有事情 一切的出入跟解答 要回到耶稣基督里面 因为他在这里 仍然掌权作王 所以你跟我需要常常 回到这个永恒的眼光里面 就如同启示录 19章7到8节所说的 你跟我这一生里面 不是带这些琐事打转 我们需要回到这个新郎 回到这个婚宴的里面 渴望什么 与耶稣基督在一起 我们怎么样回去 启示录19章7到8节所说的 我们可以回去拿到这个ticket 拿到这个婚宴的 这张喜帖 我要告诉你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讲到圣徒所行的义 意味的是 我们在这世上 所有一切的决定 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们里面所思想的每一件事情 家尔们 我必须告诉你 你怎么样见证神 你怎么样荣耀神 就是在你最没有办法的时刻 你一定要相信 耶稣仍然在这个 在这个婚宴的主人 祂是在你生命当中 唯一的救主 所以神在这个时刻 再次在宣告 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 我们可以来看 这一位新郎 这一位新郎 开始他来了 你们为什么要进食呢 耶稣其实就是 羔羊婚宴的主人 当新郎一出现的时候 你跟我是要欢喜快乐的 而不是在一个进食的里面 Amen 但我们的问题来了 我们怎么样可以开始平安的来这一场婚宴里面 而不是在一个进食 而不是常常要靠着我自己的行为 以至于可以进入到好像要奇妙的恩典 你跟我其实只要单纯的相信 只要一转神在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神就做成奇妙的工作 所以耶稣再次告诉门徒这两个比喻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在21节里面 我们这里谈到一件事情呢 是新布呢 不是补在什么 旧衣服上面 我直接讲这个比喻 跟我一起说新布 新布 跟我一起说新布 新布 不是补在一个什么 一个旧衣服的里面 我们来看哦 在22节讲到说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 恐怕酒把皮带裂开了 酒和皮带都坏了 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里呢 我要谈到的是 不但只是一个进食的问题 后面你在往下来看的时候 神其实在告诉我们 这里有两个比喻 这里刚刚呢 我们所读的是一个新酒要装在哪里 新皮带 如果你回过头再去看 整段的圣经里面 这两个比喻 一个是讲到什么 新布不补在什么 旧衣服上面 所以神呢 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呢 整个 整个旅程当中 圣经里面 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 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 今天如果你把一块新布 一块新布 他吸水 他开始泡在水里面了 甚至呢 变他的呢 心部的收水啊 那个作用 开始可以把旧衣服扯破 所以这里其实呢 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心部预表的 你需要开始有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展 耶稣 这一位新郎 来到这个世上 其实他在宣告一个新的日子的来到 他宣告一个新的事情 一个新的神迹奇事的来到 所以家人们 家人们 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都是旧布 这个旧的布其实有很多生命的灰尘 有很多破洞 所以我们不用新的布去补在 缝补在这个旧的布的上面 不然会怎么样 破坏这个旧的布 我想呢 现今呢 我思想很久 如果呢 今天呢 我们在讲创意文化 好像呢 这样一个流行的文化 常常都是什么 一块新布 有很多旧的布补在一起 可能是卖很贵 但呢 穿可能美酒就破了 所以 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 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 他在宣告一件新的事情 他在宣告一个新的日子 耶稣呢 来是一个新的服事 新的开始 他不是来缝补旧的传统 所以 新布是用来做新的衣裳的 不是缝补这旧的衣服 不然两样都会怎么样 破烂 所以 家尔们 你一定要记住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他是新的 他是新的 你所认识这一位神是新的 Amen Amen 来我要继续告诉你哦 如果我们讲说 他是新的的时候 意味的是 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是一个神国度的开展 是一个福音的开始 那家们 你会发现 也就是跟随的人 跟随这个新的日子的人 开始才有办法进入到一个 一个 一个恩典蒙福的日子里面 所以 在这些日子里面 神要做新事在我们这个家 也要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要奉主的名宣告 我觉得在透过这节经文里面 你跟我要领受这个新的旅程 一个新的开展 甚至在这个转折的一年当中 我们开始会面见很多的挑战 我要告诉你 拦阻你 祷告没有办法再跨越的事 你还在用着旧有的系统 什么叫旧有的系统 祷告很多时刻不是交办了事 祷告更不是拜拜 好像告诉他你要做什么 我必须告诉你 祷告你要进入到治理的开始 祷告是因为你认识神的儿子 以至于你真是知道 在这样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展的时刻 我有一个新的期待 所以我们是在盼望当中 行使出这个治理权 我要鼓励你 这是神在带领着我们 让我们走进一个这样的一个旅程 耶稣在这里在一个比喻 我要告诉你 祂一开始就讲到 心步步在旧衣服上面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一段话 今天早上我就是要告诉你 你需要进入到一个新酒 新皮带的日子里面 Amen 所以新酒 新酒不放在旧皮带 新酒是放在新皮带里面 那你要知道 如果新酒还没有发酵的时候 会在旧皮带里面产生什么 气体 以至于让这个旧的皮带就裂开了 那家人们 法利赛人的传统里面 我刚刚所说的 他是使用这个摩西五金也好 使用这个旧的律法 一直来框鉴 一直来等候这个米赛亚的出现 但耶稣来到这世上 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 来宣告我来了 你不需要开始苦苦的等 我来了 你也不需要开始苦苦的进食 你需要欢喜快乐 所以耶稣是进食的主 在他的年代里面不用进食 而是快跑来跟随他 家人们 我也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在这里新酒预表的是什么 一个神的 一个圣灵的高末 一个什么 新酒预表圣灵 其实预表一个恩典跟丰盛的日子 新的皮带 他在预表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开始有一个新的思维 所以这里其实神很主要的 带下一件事情是 你跟我怎么样走进新酒的日子 我们需要换脑袋 我们需要换一个新的系统 我们需要换我们这个人的系统 以至于我才有办法走进一个新的日子里面 Amen 所以我要鼓励你 我们一起来看 一起来看 我们怎么样进入到一个新酒的 新酒的世代 家人们 你跟我一定要留意今天我所说的 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再往下走 经历到神的丰盛 很多时刻是跟我们这个人的系统 与这一位神认识有关 就是在那一点点的误差 一点点对神的一些看法的不同 我告诉你就没有办法进入了 所以耶稣来 他说他叫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的心需要开始回到神那里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你常常在挣扎的就是你这里 这里你很好说服你自己 这里是没办法的 这里痛到一个程度 这里开始失望到一个程度 很多人是把自己关起来 很多人是开始用愤怒以对 很多人开始是用忍耐的 但耶稣来告诉我们 他是做新事的神 Amen 你需要开始有一个新的思维 来承载着神要带给你的恩典跟恩福 我们怎么样进入到新酒的日子 我们怎么样开始与神同行 以至于可以转换我们身上 这个信念的系统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 我们来看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我们来读神的话来 一二三来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和为神的善良 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来 这一段经文呢 你在这个家超过半年以上的 请举一下手来 拍拍他们的肩膀 告诉他 小心有老油味 你一定听过这一段经文 但我要告诉你 今天你需要有一个新的开启 以至于你真实知道 怎么样进入到一个圣灵的日子 进入到一个与神同行的日子 在这里呢 耶稣来呢 是他将神 将上帝一个新的恩典带来 是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而这个新的生命呢 是因为上帝自己 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为了一件事情 就是要不断的更新我们 好叫我们生命怎么样 得以长大成熟 好叫我们的生命 可以越来越明白他的旨意 所以这里呢 这里在罗马书12章里面 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你跟我都知道 我们要常常的献上 但我要告诉你 你的献上是因为后面有一句话 其实是神一直在告诉我们 你要走进一个新久的日子 你必须要有一个认清楚 一个看见 就是理所当然这四个字 各位意思说理所当然 各位意思说理所当然 亲爱的们我必须告诉你 这两节经文里面 最吸引我的 前面呢你可以看见 我们怎么样让讨神的喜悦 神要我们献上 神要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那个圣洁讲到就是分别为圣的 也就是呢 我需要无时无刻 将我里面的无助软弱 献上的时候 过一个分别 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但这里讲到 你们如此是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我要告诉你 这理所当然这四个字 说吸引了我 今天我要 我期待我可以讲清楚 这个理所当然的生命 你跟我是被神吸引的人 我们需要开始有一个明白 如果耶稣基督 他是在这个婚宴里面的 是这一位主人 你真是知道 你是属于他的 Amen 有多少你真是知道 你属于耶稣的拍掌 要荣耀归给他 如果你真是知道 你是属于耶稣的 你更是要明白一件事情 现在我所面临到的这个转折 我现在所面临到 这样一个处境也好 甚至不但是我进入到喜乐也好 我都知道 耶稣仍然是与我同在的那一位 所以今天如果神成为我 随时的帮助 无论我面见所有的任何事情 都是理所当然的 家人们 我要告诉你啊 我要告诉你啊 你成为神的仆人 是理所当然的 你进入到蒙福的里面 是理所当然的 你在今年2023年里面 你开始可以享受神 开始可以转 可以进入到转化 走进神的丰盛 是理所当然的 甚至呢 你现在看着眼前 好像的这些呢 这些不容易 但我们的神是化 咒诅为祝福的神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我们今天要换 另外一个思维 我们来讲理所当然 这四个字 家人们 你会面临到挑战 是理所当然的 你会面临到 关系的旅程 关系的难处 是理所当然的 你会面临到 这些财务的挑战 是理所当然的 你会面临到 这些苦难 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神的话语 告诉我们 随经随火 却要领我们 到丰富之地 是理所当然的 我最记得的是 我第一次到美国 去学习 上一个领袖的课程 教会的一个领袖课程 我都是白人的牧师 那一天我要去教会的时候 去学习的时候 我所在的地方 很多乌鸦 人是这样的 我一天起床 心情非常的愉快 打理好自己之后 就出门了 结果一出门呢 不到多久 只是一个转角 那个乌鸦就从上面 补 施尼你会怎么样 这些人有上过课 哈雷路亚 你里面马上有一个系统 进来就是 没有认识神的生活 今天怎么会那么样的 我们就马上会往 负面的思想去想 我怎么那么倒霉 但你知道呢 当我被这样补的时候 我只是跟耶稣说 你什么人不选 为什么选我 重点看得起我 感谢主 你知道重点是 它还不是一小坨 全身都打扮得很好 要出门的时候 突然有一台车 一台车呢 很快速的过去 整个水 哈雷路亚 我马上变成了 帅哥 我马上呢 又回去了 但我里面一个思维是什么 感谢赞美主 我又重大奖了 家人我要告诉你 这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神把这个理所当然 一直放在我的里面 你要知道 在2023年也好 在你的生命 接下来的年日 你会面临到一些挑战 是理所当然的 当你开始明白 这个理所当然的时候 你开始会知道 家人们 当你知道这个理所当然 有一个更深的含义 为什么理所当然 因为我们查验了神的心意 我们活在祂的里面 很多美好的理所当然 我要告诉你是会发生的 所以当你面临到 你在公司里面 有同事会排挤你 甚至有一些人 会在背地里讲你 告诉你走到旁边了 是理所当然的 是理所当然的 你跟我的生命 不是在这世上的率来看 当我们进入到 理所当然的生命 意味的是什么 我知道我今天所面见的 我不需要在一个 沮丧的系统里面 我需要知道 我查验了 神在整个事件里面 对我所说的 对我所要建造的 以至于我拿到了 我就可以往前奔跑 所以我不在这里打转 家人们 这个理所当然的生命 这是一个信靠的日子 这个理所当然的生命 也是一个见证 也是一个在你里面 这个系统 是不是属神的系统 人当你出事的时候 当你人呢 当你面临到挑战的时候 我真的告诉你 以前跟你讲说 我们是body body的 我告诉你 一定都会离开 为什么 这就是现实的我们 但我们今天 如果拥有一个 依靠系统 是属于神的 我们里面的信念 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最近服侍了一些 一些弟兄姐妹 甚至还有一群牧者 我发现 其实常常在挣扎的 没有办法安静下来的 都是不明白 这个理所当然 神是借着风浪 要训练你我的生命 神是借着 称赞这件事情 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开始 夺回我们的身份 所以在你我的里面 其实面临到 转折的时刻 神是要我们真实知道 祂仍然是婚宴的主 祂仍然是婚宴的新郎 我们愿不愿回来 坐在这一个桌上 让神持续掌权 理所当然这四个字 没几秒钟就讲完了 但你跟我很难理所当然 因为我们咽不下这口气 因为我们都在一个 旧有的体制 因为我们都在 回过头来看 家儿们 家儿们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很多美好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活在 它的里面 理所当然就发生了 不过当你在 死因的幽谷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死因的幽谷 也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 我们的祷告 没有办法成就 甚至我们的祷告 不是没办法成就 是还没有成就 跟我一说还没有 还没有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你是理所当然的生命 你是理所当然的生命 神就是借着这个旅程 其实要帮助我们 家儿们 家儿们 你需要有一个新皮带 你需要开始让新酒 让这一位圣灵 让圣灵的能力 甚至神的祝福 甚至神的恩膏 神在这个 在接下来 这个转折的 这几个月 家儿们 我要告诉你 你需要预备好 有一个新的思维 真是知道 这一位神 不撇弃我们为孤儿 当你走不下去的时候 这是神要陪你 再走第二礼路 你过着丰盛 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往这个系统走的时候 神有其他的 一个恩典 神有其他的一个 神做事的法则 在这个系统里面运转 但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 另外一个是 当我们走进这个 好像我们常常思想的 一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 你需要开始起来 需要开始起来 真实的知道 这是理所当然的 另外一个是 你真实的要起来 进入到征战的日子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 进入到一个新酒的 新酒的世代 新酒的日子里面 第一个 我们需要转换新的行为 我们怎么样转换新的行为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罗马书十二章里面 其实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当我们领受耶稣基督 这个福音大能的人 我们不可以再当一个旧的皮带 你知道吗 当你开始呢 就好比我那时候被骗的时候 知道的人 没有认识神的人 全部都打电话来告诉我 因为你犯小人 我当然知道犯小人 钱都被骗了 因为你们家风水有问题 风水不可考 花花草草都要拔 放个水晶比较亮 但有比较亮吗 你会发现很多时刻 当你开始走进 这个转折的日子里面 其实人来的会是给你压力 在你里面 如果你真是不知道有一位神 祂是自己风浪的主 祂仍然在船上的时刻 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 你就不能经历理所当然的生命 这个理所当然也意味的是 帮助我们可以福在神 良给我们的环境 我们最难的就是顺服 神总是以兴起的风浪里面 让我们真是知道 祂是活的神 很多人都说你在信仰里面 你找到这个慰藉是好的 家人们来眼睛看我 我要告诉你 耶稣不跟你谈这个信仰 这个慰藉 祂是一位活神 你需要开始起来 去经历到祂的奇妙作为 当你进入到这个转折 不容易的日子里面 你需要开始起来 改变你的行为能力 我最记得是最近 我服侍了一对夫妻 这一对夫妻其实呢 常常都在一个争吵里面 但我必须告诉你 很多时刻 其实他们家非常的优渥 但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夫妻的关系里面 常常呢 丈夫呢 莫名其妙呢 就是有一个隐藏的愤怒 所以妻子呢 跟孩子 其实莫名其妙 就会开始呢 遭殃 那我觉得当呢 夫妻来找我的时候 那个弟兄是被 被妻子找来的 意味着是你再不来的时候 我就跟你离婚 那个丈夫才整个醒悟过来 来的时候 其实我就告诉 我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完之后 我觉得神在我里面 就开始怜悯这个弟兄 为什么怜悯他 家伙我真的告诉你 其实在这个愤怒的生活里面 生命里面是苦的 我问他说 为什么这一个点 会引爆你生气 答不出来 他就告诉我说 牧师你不要再问我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抓狂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生气 我要再次问他 这个问题说 你的妻子 其实讲这句话 你觉得他的用意是什么 我告诉你 全然解读 都是往负面的思想走 所以在两个人里面 一个要关心 一个开始都往负面系统 走的时候 这不报才怪 家伙们 也因为就在这个日子里面 不会有理所当然的 生命的制作 我就告诉这个姐妹说 可不可以这样 我们做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是什么 下一次呢 先安静下来 就不要再讲了 各自都回去 虽然呢 我的弟兄 还不是那么样的认识神 但认识神的人 神的话语 告诉我们 兼顾的 单带软弱的 可不可以先回到房间里面 好好的先面见神 让神成为你随时的帮助 你知道就在这个夫妻的关系里面 当他们开始在我面前 要吵起来的时候 我真的当牧师那么久 这是我第二个个案 直接在他们面前 直接拍桌子 告诉他们 全部都闭嘴 听我的 两个人就开始 好 听你的 你要知道啊 你会有愤怒 到底谁在背后抓住你啊 我不好意思说 邪灵污鬼啊 但我要提醒的一件事情是 两个人如果都是这么高涨 这不是个出入 所以当后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告诉这个弟兄 你要练习的就是呢 很多时刻你要往前走 你开始要口出二言的时候 可不可以告诉你自己 也就在你里面开始呢 离开现场之外 开始呢花一点点时间 就先离开这个家 避免造成二度伤害 你知道不到一个礼拜 这个先生自己打电话 自己来找我 就开始跟我分享一件事情是 牧师啊你 这个很神奇啊 当我开始选择 愿意选择神的道路的 这一刻开始 我发现我里面啊 要起来的那个愤怒 我常常都会有一个声音 告诉我说 先停止 就这三个字马上就出来 所以在过去的这几天里面 我开始呢 学习呢 学习把我里面所有的事情都 都献上 都开始交给神的时候 我里面开始好像有一个平静安危 以至于我在接下来这一周里面 我发现我可以看见我妻子的好 我发现我妻子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比较可以听 而且是耐心听 甚至我要告诉你 不是丈夫来找我 这个妻子开始呢 神也奇妙的光照临到他的生命当中 家人们 我要告诉你 一个认识神的人 他过着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生命 你怎么样把这个不能震动的果制作在你的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神所兴起的风浪都是与我有益的 Amen 我们在走这个旅程的时候 很多时刻 当初我们没有祷告清楚 我们往这里走了 走一走了 觉得神不开门了 我们就开始在埋怨神 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做 为什么这样对我 但你有没有想过 是谁要你引到这里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 所以你要知道 当我们怎么样进入到一个新酒的日子 你需要换一个系统 那个系统是什么 你知道有一个理所当然的生命的制作 在你的里面 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 今天如果我们有理所当然的生命 每一个风浪一进来的时候 我可以安然的站立 第二个 我要告诉你 不但你需要开始有一个新的行为 你会有新的行为 是因为你真是知道 我有一个理所当然的 理所当然的一个心智 知道这一位神 常常与我同在 这一位神要将极大极美好的恩典恩福 临到我的身上 第二个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 你需要感除生命当中一切的负面 你需要感除生命当中一切的负面 来我想问一下每一个家人 你在评估事情的时候 会往比较不好的方向开始评估起来 请举一下手来 举高一点 举高一点 现在大家都不敢举手了 举高一点来 拍拍他们的肩膀 告诉他们说 不要怕只要信 不要怕只要信 家人们 我们来看 真言二三章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一二三来 家人们当我们领受耶稣 我们这一群领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我们不但是不再当一个旧有的皮带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用新的思维 来明白神给我们的这个极大极美的救恩 我们要脱离这个旧有的思维 你的想法要改变 行为要改变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神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不要人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最重要的是 你需要常常让这一位神 来改变 来改变你的心思意念 好叫你开始知道 神所喜悦的事 这里呢 在真言二三章第七节 告诉我们说呢 你的心怎样思良 为人就怎样 人心怎样思良 表示说呢 你里面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的生活 你的行为 你的言语 就会朝那个方向 同意的你说阿们 同意的你说阿们 也就是什么 人心怎么样思想 他就会变成那样的一个人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注意听懂这句话 我们今日所思想的事 会控制我们明天要做的事 我们今日所思想的事 会控制我们明天所要做的事 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因为我们的这个思想 我们的信念 会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一个人生命的本质 我要告诉你 对于他的思想 我们的思想怎么样来的 关乎我们的教育 关乎我们的家庭背景 关乎我们过去这些权柄 对我们所说的 所造成的影响 但今天我要把着重一点 放在一个 放在保罗向着 哥林多教会所说的 两个字里面 我们一起来读 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 我们来读神的话好不好 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 一二三来 我们征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知识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家儿们在这里其实呢 过去这两节经文 我一直在告诉的大家 保罗在当时面临到 也是面临到关系的挑战 他所带的人 有一群人背叛他 所以在这个时刻 他告诉自己 他虽然就像个权柄人物 也就是呢 如果是在公司的编制里面 他像个CEO也好 像个老板也好 他大可以把他开除 但他告诉自己说什么 我不能这么做 因为我进入到一个征战的系统 他说我们征战并不是属血气的 什么叫血气 我告诉你 你跟我就是属血气的那一位 所以他说需要在神面前有能力 这个能力呢 意味的是呢 意味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 也就是跟神有一个神圣的相遇 所以当我们跟神有一个相遇的时候 领受到这个能力的时候 要做什么 你会发现 我们的信念系统 来自于这个坚固的银垒 这个坚固的银垒 预表的是 我想问一问 你会不会害怕 你会不会难过 你会不会担心 会不会批评论断 会不会猜疑 这些种种的 就是什么 坚固的银垒 所以他说举凡坚固的银垒 后面讲到各样的计谋 计谋在希腊原文里面 讲到的是什么 讲到的就是我们有好的经验 跟不好的经验 你跟我常常都在成功跟失败的经验打转 你跟我都在一个旧有的思维里面打转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进到新酒的日子 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 不但是计谋 还有拦主人认识神的至高知识 这里讲到的是我们里面的质疑 我们其实是有骄傲的问题 他讲到说都要顺服于基督 来眼睛看我 家们 这一段我要告诉你什么 你跟我所思想的事情 若没有让耶稣基督再次登上我们新的宝座 你要知道你心里面开始在想的 明天你的行为就开始带出来了 所以很多时刻 你需要先来 先进入到一个征战的系统 就是在你里面 常常你要往这好的方向走的时候 就会有另外一个圣灵跟你讲说 没有用啦 耶稣没有用啦 那你算了啦 你努力那么久了 他还是没改变啦 你要知道常常我们都在一个征战的里面 所以你需要感除你生命当中 一切的负面的思维 感除你一些非神的信念 什么叫非神的信念 也就是很多时刻 你一定要相信神 借着我们的祷告 会改变这件事情 会改变这个人 Amen Amen 来眼睛看我 神要解决你的事情是非常简单的 神至今不做 是因为祂在训练我们这个人 神在挽回我们这个人 让我们不在这世上的律里面打转 为了是把我们搭救上去 让我们开始可以学习祂的文化 长出基督的意识 这是神借着这个转折的风浪里面 要来改变挽回我们的心 所以你会发现 神对你用心良苦啊 这一生神借着环境 借着风浪都是来训练 为了把我们的心全然夺回啊 所以我们常常都是在一个 祷告里面会成就不成就 就开始二分法了 过去我祷告这件事情 神怎么成就 我做这件事情神怎么成就 在下一次我再做的时候 就这样做就好了啊 家人们No 我们的神是做心事的神 Amen 你知道台湾的教会 我觉得我们这个家 其实不跟风的 台湾的教会 很多时刻 你要知道哪一间教会 做起来了 就一窝蜂都跑去学习这个系统 但是搬回到各自的家中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并不是每一个家都可以适用 为什么 因为神良给每一个教会 都有神要做的心意 但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常常都在学习 那边成功了我们就去 但我们往往忘记了 神在训练我们 神良给我们加美之处 神有极大的心意 Amen Amen 我们也最大的问题是 当我们开始祷告 没有办法成就的时候 就是你里面的信念 因为当你在祷告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背后还有 Plan B Plan C 你里面会觉得 神如果到几天 没有成就的时候 我还可以去向谁借钱 神我 我开始呢 在祷告财务的时候 如果这个钱没来的时候 我该怎么做 我最记得的是 神在训练 我在财务的危机里面 我怎么样信靠祂的时刻 家伙伴 我必须告诉你 这是致死你老我的 最主要的原因 那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的信念 三点半你一定要缴钱啊 问题是我缴不出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有多少人 你开始可以进入到 一个内室的生活里面 以膝盖代替你的祷告 开始愿意放掉你 所有一切的资源 寻求祂的路 我必须告诉你 这样的人是少的 因为我们还有力气的时候 我们会再去抓 所以你的信念系统里面 没有办法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 这是你是没有办法 走进神的平安里面 我要鼓励你 我也要邀请你 你需要开始转换 跟我说转换 转换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人 你是理所当然的生命 你是理所当然的生命 你需要再回过头 知道一件事情 神要对你的心说话 再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计谋是什么 很多时刻那个不好的经验 也就是你过去有一些话 是栽种在你的心海里的 或者是有一些人的行为 一直来影响你的生命 常常你就觉得他不懂你 他不尊重你 我告诉你这一句话 你吃进去了 常常再有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被卡住 你也没有办法走进 理所当然的生命 你也没有办法走进 一个心意更新的变化 因为你已经把自己定死了 所以这个信念系统 对我而言 我真的告诉你 哈利路亚 你需要开始有一个转换 你需要开始把这一切的 觉得它不会改变 而且你越祷告 看起来环境越不好的时候 你越要感谢神 因为有荣耀的事 是指着你说的 这个就是信心 家人们 我真的告诉你 这是难的 很多时刻 不论是夫妻 或者亲子的关系 或者是你跟你的主管 在公司跟人家的人际关系 都是反反复复的 为什么 我们都在计谋的里面 在这个计谋的里面 我们会被框住 在这个计谋的里面 我们会把人定死 因为觉得他不会改变 所以每一次他所做的 所讲的 我们开始就觉得 又来了 你知道其实我们 有很多的地雷 我们有很多在系统里面 其实我们觉得 我们没有办法拔出来的 今天最后我要告诉你 要怎么做 当你里面开始 每一次你要往新的旅程 开始呢 要往神的方向走的时候 神告诉我们要饶恕人 饶恕个七次 个七次 难啊 但我定义选择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这个理所当然的生命 从祝福开始 你里面开始 有一些负面的思维的时候 你就开始扬起神经 来开口来祝福他的生命 祝福这件事情 要走进神的丰盛的旅程 我要鼓励你 祝福 祝福的文化 也意味着是 代表的是 我们可以开始明白 开始有一个真实的信靠 我主我的神 就是那一位 我成为我随时帮助的那一位 所以家伦我要鼓励你 一句话 其实就会让我们开始呢 开始呢 一个礼拜 让我们不快乐 甚至一个事件 甚至一 我真的告诉你 那个关系啊 很微妙啊 只是咖啡 咖啡杯的那个搅拌棒 都可以生起 我们人就是这样的 哈雷路亚 我们就是这个 哈雷路亚的眼光啊 所以家伦们 我们需要开始转换 如果是你跟我的系统 没有办法转换 我们没有办法 进入到祷告的深度 为什么 因为你在祷告的时候 你还在想 神应该不会成就 因为我过去的经验是这样 所以神到今天 如果是你没做 我就会做什么事情 我告诉你 祷告不是买菜 祷告更不是跟神 讨价还价 你跟我需要有一个 真实的转换 祷告是跟神谈心之外 将我里面所想的 所要的 交还给神的时候 家伦们我要告诉你 我全心的相信 不管他有没有开门 我真实的相信 他一定会为我预备 我要鼓励你 我们这个家 需要有一个大改造 是需要有一个信念系统 极大的转换的日子 我祷告神 让我们每一次的转 每一次的转折 生命的转折 转折的日子的时刻 我们都有新的思维 我们都长出新的行为能力 让我们长出耶稣基督的意识 Amen 让我们这个家 开始有一个信心的转化 不认环境如何 不认风浪 这个浪打得多大 我仍然相信 我有一个理所当然的生命 因为我是神的孩子 神必借着环境 为我效力 神必借着这个人 为我的生命效力 Amen 这个就是呢 你要知道神所说的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只叫那爱神的人 得着最大的益处 我请敬拜团队上来 我们要一起来敬拜 我们要来祷告 最近我服侍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呢 其实呢 在我里面挣扎的很久 我想到他 其实我都会流着眼泪 我觉得在这个青年 青少年的世代里面 你跟我在乳养的时候 其实是更难的 特别在这个世代的孩子 为父为母的 都像在斗志一样 你开始告诉他 无心的一句话 我告诉你 这些孩子吃进去了 他的信念系统 就是这样想你 这个孩子 其实是在营会里面 我服侍到他 那我一看到他的时候 在我里面有很多的挣扎 因为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 你很难想象 他其实才七年级 但是我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在地上开始呢 持续的煎熬 煎叫之外 挣扎 甚至里面那个极大的愤怒 到一个程度 他要打我 后来呢 当我服侍完之后 为他祷告完 他领受到神爱他的时候 你知道他的态度 跟他的温柔改变了 家伙我告诉你 他七年级各自 大概到这里吧 但是我告诉你 那一场聚会的时候 有六七个人压他 压不住 我就开始问他 我就 邀我去的牧者 我就邀他 我就问他说 我可不可以跟这个孩子 讲讲话 你知道 当那个孩子进来的时候 不是他先哭啊 我哭得比他惨 你知道我就问他 我说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你在你的家不快乐 甚至你在学校更痛苦 他就这样眼睛瞪大看着我 那一直看着我 那你知道 我就用微笑看着他 他就反过来还安慰我说 牧师你还好吗 很懂事的孩子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流着眼泪 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 灵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损伤 所以我开始跟这个孩子 谈的时候 他开始跟我讲说 他的父亲怎么样对待他 甚至他爸爸 常常骂他的时候 都是言语 要让他死掉 你很难想象 那个话语 他讲给我听的时候 几乎不但只是脏话 比脏话还要可恶的话 甚至连灵略这两个字 他都跟孩子讲了 但他的妈妈呢 就是一直在旁边 但他的妈妈不是不帮助他 他就是一直陪伴着他 但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于是这个孩子 就告诉我说 牧师你今天找我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我要告诉你 你们都不会保护到我 我说为什么 因为当我被骂的时候 当我叫警察来的时候 连警察都没有办法帮助到我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知道 我爸的那个德行 你知道当他讲完这个之后 我就大哭啊 他也开始流着眼泪 本来他都心硬着 你知道他整个硬了 心都硬了 因为他觉得父亲就是个什么 不好的人 那我后来我就问他说 那你觉得爸爸讲哪一句话最难呢 他就告诉我说 因为他告诉我 这个生出我是一个世界上最坏的事情 这个家会变得如此 都是因为我的出生 你知道他在七年级耶 这个话语进入到他的信念里面 我说那这句话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他就开始告诉我说 其实在我知道的时候 从小学 从大班的时候 那个年纪的时候 我爸妈常常吵架 我爸爸常常就是把我呢 一直把我叫到旁边 一直用手 一直指着我 指着我 一直骂 一直骂 骂完之后就是告诉我 你这个没用的人 你呢 生来就是坏了这个家 你呢 就是生来就是让这个家 没有办法进入丰盛的 你知道这个孩子 就是这样一直在活在这个谎言里面 直到七年级 就在这一场聚会里面 我就问他说 那之后你怎么做 他就说呢 其实在学校里面 为什么他人际关系不好 甚至他人际关系不好 被同学霸凌的时候 回去跟爸爸妈妈讲 他爸爸还眼睛看着他 跟他讲说 你活该啊 如果我是你同学 我一样会霸凌你啊 你知道 他的形象 低落到一个程度 到后来 我其实到现在 我为他祷告之外 我就一直鼓励这个牧师 这个孩子要带在身边 这个牧师就开始跟我分享说 这几个礼拜来 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跟转换 那个转换是什么 他不在人们只是讲他 你知道你只是告诉他 他说你可以这样做 这样会更好 我告诉你 他马上那个侍卫就起来了 所以他来到教会是怎样 常常人家在讲话的时候 他都躲在一边看 看里面到底在做什么 那他里面的系统就是呢 很多人不喜欢他 甚至呢 只要有同学邀约没有邀他 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不好的人 他是一个被排挤的人 你在想什么 你里面的信念系统在想什么 很多时刻这一句话 就会把我们钉死 这一句话就让我们在祷告里面 没有办法看见神的心意 我要鼓励你 甚至你知道当我开始 开始跟这个孩子讲完话 我祝福他的时候 这个孩子除了我一开始服事 他大哭崩溃之外 在那一次的里面 他开始就抱着我 开始我就代表天父抱着他 开始祝福着他的生命 家伙我要鼓励你 你跟我都有一些一句话 一些的内在视野 卡住拦住我们的生命 最近我服事一个弟兄 我必须告诉你 他是非常丰盛的 但他告诉我说 你不要 牧师我觉得我里面很奇怪 只要每一次我站上去之后 我就开始呢 开始一下台 就会一直否定我自己 觉得我做得不好 讲得不好 我就问他 你觉得你很自卑吗 他说是 他说是 我就问他说为什么 我就开始问他说 那你觉得你的父母 怎么肯定你 你知道这一个弟兄 也是在我的面前流着眼泪说 我从来没有被肯定过 家伙我要告诉你 你可以走到金字塔的高端 但你的信念系统却活在一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 以至于你没办法突破 今天早上我想要邀请你 我们的信是绝对的详信 没有所谓的到底我可不可以这么做 那样做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了 我们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来敬拜 当我们觉得我们祷告的这个人不会改变的时候 也因为我们的信念系统觉得神不是活神 祂不是大的 祂也不会改变这个人 所以家伙们 我们需要转换 不要让一句话 不要让一件事情来定死你自己 不要让这一句话来拦阻了神在你生命当中 要带你走进的丰盛的旅程 甚至我要鼓励你 不要让人的行为能力 让你常常在这样的一个震动转换里面 一直定睛在人的身上 转换神吧 因为你跟我的依靠 你跟我的帮助是从神而来 我要鼓励你家人们 今天当我要预备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想了很久 因为我知道过去不论是国人牧师 其实在过去我也讲过这样的讯息 但我要再次提醒每一个家人 从神来的一句话是叫你活命的 从人来的一句话 很多时刻是让你卡住的 我要鼓励你拔除这个卡住 栽种神的心意 让我们走向神的丰盛 让我们看见这个王 为我们所预备的奇妙作为 今天早上我们来祷告 若是当你在听我分享的时候 你很清楚知道 其实在你里面你觉得没有用 你觉得不会改变 你有这样心思意念的 你按守在你的心上 甚至在人的里面 你按守在你的心上 你按守在你的心上 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 你觉得你也卡住的 甚至你有很多的负面的思想 你也按守在你的心上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我们求圣灵来帮助着我们 家们我要告诉你 拦住人认识神的至高知识 眼睛看我 就是我们这颗头脑 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很强 其实我要告诉你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强的 我们靠自己会累 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 所以父才猜浅耶稣基督 因着祂的血挽回我们的生命 甚至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祂复活之后 祂知道我们还是没办法靠着自己 祂才猜浅圣灵保回事了 我们需要神 我们需要神 你不转换你的信念系统 我告诉你路就不会展开 你不打开你的心 不把这个信念系统拆毁 你就没有办法见着神的面 经历神奇妙的作为